不要再稱呼什麼主席啊 各位委員什麼 把時間省下來 那樣來講一講就已經30秒就去了 就不要啦 上來就直接講 然後講的時候 很多陳情意見 我就建議就是說 針對今天簡報完以後 如果你上次講的東西 他這次有調了 你也滿意了 那麼還有不足的 盡量把那個就用在那個地方 還有就是很多的 市民 他們這個也許就是說 公推哪一位出來講 如果說十個人出來講 他公推一個的話 我的建議是多個一兩分鐘沒有關係 對不對 我想這樣合理 盡量這樣子好不好 那 現在我想 我們那個 議員女士先 大概是比較忙一點 那是不是就照慣例 我們請他們先發言 如果能夠留下來 非常歡迎 不能的話 就是交答以後 就 也許他們要先離開 那我就照剛剛給我的那個 那個視序 第一個 我們今天議員是離開了 不是嗎 他剛才離開了 今天是紅議員 他離開了 那陳立揮議員 我再趕 好 來 各位觀點 還有我們代表民眾 我必須要先講一下 就是說 我們這棟 整個路的 整個 整個基地的開發 其實民眾大概都樂觀其成 尤其在博德當時進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樂觀其成 只是說現在計畫做一些改變 我現在先表達一個東西就是說 對於社福這塊大樓 你要蓋公寧設施 公寧住宅 我希望社會局能夠回到它 社福大樓本身的本質 它到底是要做什麼 這塊地它是社福用地 我必須講我們這邊的民眾 其實對於社福設施進來 其實我想在這邊 有張金額副使長 還有一些學者專家 我們很清楚 只要是社福用地 任何一個地方要蓋社福設施 其實是會受到很大抗爭的 包括我們以前 我們在開發我們的景情裡 那個地方有一個市場的改建 當時我們要放進去 老人的長照中心的時候 受到民眾很大的抗爭 當時候就馬上更改我們的計畫 結果那棟大樓 沒有任何的社福設施進去 現在我們這塊社福用地 基本上它應該要回歸到 它的社福設施來做使用 我想各位委員可以看一下 我們將來這塊地 它的社福設施有多少 包括了養護照顧的設施 老人住宅 還有長照中心 還有中繼期復健中心 我們裡面住的幾乎都是 一般你社區你要進住的 社福設施 大家所不要的 所唾棄的 甚至於你要進去任何一個長照中心 你都會被民眾抗議的 可是我們這邊福德地區的民眾 是何等的人辭 何等的寬容 何等的諒解 讓這些社福設施完全沒有抗爭的情況下 它進駐 我們也希望社會局能夠堅持 你必須要做社福用地的使用 為什麼呢 因為將來有大多數的必須照顧的人口會進來 我們這塊地吸納了大量需要照顧的族群 包括老人 包括失智的 包括需要長照的 躺在病床上 它永遠不可能起來的 像這樣大量需要照顧的人口 我覺得社會局應該本於專業 應該拒絕公營住宅進來 拒絕的原因是什麼 不光是增加我們現在民眾所擔心的人口數 對於環境 對於交通的衝擊 不光是這樣 而是當這些大量的人口進來的時候 它如何跟我們這些原來需要照顧的社會的 大家所不需要的長照的這些人口 他們如何一起生活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市政府必須要考量的 也是各位委員你們必須要考量的 當這些健康的人進來的時候 當這些年輕人進來的時候 他們願意跟這些需要長照的人 或者是說獨居老人 或者是精神狀況有問題的人 他們一起生活嗎 它會造成怎麼樣一個族群的衝突 我覺得這是市政府完全沒有考慮到的 當你把大量健康的人進來這棟社會大牢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所造成的社會問題 是市政府現在所不能忽略的 所以我們在整個都市計畫開發的同時 我們並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而且我要必須講 我們現在所有的公營住宅裡頭 不能做社福 不能進社福社區 因為他們是住宅用地 他們沒有辦法吸納這些社福設施 可是呢 這塊社福設施 你們居然要放進公營住宅 這個對我們地方上 還有就對於這些需要照顧的人口 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這是我第一個我要表達的 希望市政府能夠考慮到這個部分 第二個我要表達的部分是什麼呢 公營住宅對市長來說 當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 可是呢 我們看到 我們在松山區的保清段 市長對民眾的承諾是什麼 當時社福健康路這邊 大概是507戶而已 507戶 市長給他們承諾是 他當面跟民眾溝通 親自說明 可是在這個公營住宅 市長並沒有 第二個 市長承諾保清段的民眾 只要居民不同意 我們好農民絕對不會蓋公營住宅 可是這個東西也沒有跟我們這邊 福德斷的民眾有任何的承諾 再來 保清段要蓋的時候 各位委員啊 市長是引進最好的建築師 最好的建築圖 最好的公共設施 最好的公共空間 保留給民眾 他說只要有民眾說NO 他告訴民眾說 他的公營住宅是搬到哪裡 大家都會歡迎的 對不起 福德這邊的廣時的這一塊 公營住宅 麻煩市長也用同樣的待遇 面對我們的民眾 所以今天我想 大家的時間都非常寶貴 我要強調的就是這兩點 第一個市長失信於民 第二個 社福用地 他吸納了公營住宅之後 將來產生的社會問題 沒有人可以承擔 而且呢 我們這些社福需要照顧的人 也希望市政府重視他們的權益 重視他們的權益 否則的話 這個地方會將來成為 很大的一個社會問題